继续来看到前章话宪议员施嘉华 他在2018年参选期间买票 最后被判当选无效 在县西乡总共有八位村长 其中有六人是收惠判刑 并且耻夺公权 只有一位村长在去年底是完成了补选 其余有五个人都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判刑定业并且遭到解职 不过最后让大家非常意外的是 竟然都是由他们的妻子来当 代理村长在当地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前章话宪议员施嘉华在2018年风光当选 不过事后被查出父母帮忙会选买票 隔年被判当选无效订业 检调进一步查出 县西乡有多名村长也收取五千元现金 被判刑并尺夺公权 其中社会的五名村长上诉到最高法院 被判刑定验并遭到解职 但村长一职却通通都是由原村长的妻子 上证代理 五名村长因社会被解职 县西乡公所一口气派五位代理村长 都是找村长妻子来代理 虽然符合法令规定 不过村长职务从丈夫交手给妻子 等于人是自家人在座 也引发地方议论 记者林一峰正好报道